香港台神祖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神祖新聞報導 各位 今天7月11日 歡迎收聽香港台神祖新聞 我王俊賢 上星期四 首相約韓信宣布辭職 將會出任看守首相直到有下一任人選 以確保政府維持運作 至今已有11個保守黨要員表態有意競逐黨魁 已宣布有意競逐的包括外相曹惠斯 財相查學禮 運輸大臣夏博斯 前財相新衛城 前衛生大臣賈偉德 前國防大臣莫佩林 和前外相侯俊偉等 報導說 目前沒有參選人有明顯優勢 大部分以重數公眾對保守黨信心和減稅 應對生活成本危機等作為競選重點 其中財學禮說 計劃削減政府部門開支20% 以實現全面減稅 包括下調企業稅、個人入職稅等 至於曹惠斯說 上暗第一天就會減稅 保守黨1922委員會預計今天開會 確定選出新黨魁的規則和時間表 並即可能星期二會列為登記參選期限 1922委員會聯合行政秘書Blackman說 黨內有意見認為候選人必須有廣泛認受性 所以正是研究在首輪投票已經要達到10%保守黨議員支持 即36票才能進入次輪投票 以縮減候選人名單 暫時仍未有定案 不過很大可能會按這個方案進行 約翰尚上星期四正式宣布辭職 雖然事件來得突然 不過也在政假預計之內 多個表態有意競選的候選人一早有所準備 昨晚確認競逐黨魁的有卓惠斯 並且獲得商業大臣關號亭支持 說卓惠斯多次反對上條NI徵費 據報卓惠斯早在今年6月8日已經註冊了競選網站 以時間線推敲正是約翰遜1922委員會 信任投票險勝之後兩天 當時作為師也公開100%支持手上 至於新衛城和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Tom Tuchinhead分別在7月6日和7月9日註冊競選網站 而大多數候選人似乎沒有這方面準備 最新夏博斯發布只有13秒的競選短片 說自己有能力和實現計劃 願意溝通 說可以幫助保守黨友贏得席位 有工黨國會議員就野餘 說夏博斯可以為他贏得席位 英國正受到新一波熱浪侵襲 估計部分地區氣溫高達33度 比希臘雅典和西班牙伊比薩島更加熱 氣象局說今天有機會是全年最熱一天 而炎熱天氣警告將會維持到週五 熱浪由上週五開始影響英國 東部和南部會面對炎熱黃色三級警告 英國其他地區也會有二級警告 由於紫外線指數非常高水平 加上氣溫高 家長要避免小朋友暴露在陽光底下 氣象局說英格蘭中部、南部和東部 氣溫可能高達33度 乾燥、陽光普照 可能會打破炎熱紀錄 同時警告今晚到週二凌晨 氣溫都會維持較高水平 城市氣溫可能會在二十多度左右 英國今年最高氣溫紀錄是在6月17日 希斯路機場錄得32.7度 局方說熱浪最少會維持三天 衛生安全局促請民眾多飲水 另外在陽光最猛烈的上午11點到下午3點 避免直接暴露在陽光底下 長者、長期病患者和獨居人士相對高危 有天氣預報無形預測 極端高溫會在下個週末影響英國 英格蘭南部氣溫可能觸及40度 轉一下 斯里蘭卡陷入財困 加上通脹飛升、糧食短缺 民眾對政府極度不滿 上週末闖入總統和總理官邸 要求總統拉賈柏克薩辭職 最新總理辦公室證實拉賈柏克薩將會辭職 不過目前不清楚他身處位置 過去週末民眾分別掌入總統和總理官邸 抗議政府財政管理惡劣導致國家陷入危機 他們在科倫波總統官邸裡示威和遊走 有不少人跳入泳池游泳 示威者說拉賈柏克薩一日在位 他們都不會離開 有示威者帶同兩個年輕女兒去到官邸抗議 說拉賈柏克薩作為民選總統居然要以這個被羞辱的方式下台 民眾對當日投票給他感到羞愧 至於總理官邸就被人放火焚燒 切夜火光紅紅 拉賈柏克薩被指責過去幾個月處理國家經濟失當 導致糧食、燃油和藥物短缺 上週六透過國會議長宣布會辭職 但民眾質疑他不是真心下台 最新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說總統將會在星期三辭職 不過根據斯里蘭卡憲法 總統辭職必須向議長正式遞信才能生效 但至今仍未發生 而拉賈柏克薩目前身在何處也是疑問 上週六至今也沒有公開發表任何言論 有消息說他在海軍船艦上仍然在斯里蘭卡海域 但示威者在入官邸前已安全離開 至於權力如何順利交接成為政大討論焦點 斯里蘭卡國會議長說聯合政府需要在總統正式下台後一個禮拜 籌早 遇食身亡的日本前首尚安倍晉三明天舉貧 遺體已移送到東京曾上寺 家族成員今晚舉行手寧儀式 不少民眾下午在曾上寺附近聚集 向安倍道別 中國副外長馬昭玉在日本駐華使館調宴 結束亞洲之行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臨時更改行程去日本治癌 日本駐港總領事館就日本前首尚安倍晉三遇食身亡 今明兩日截掉現策悼念 在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所在的中環交易廣場 日本國旗下半旗自哀 至於是十一歲疑犯山上設也被改控殺人嫌疑罪 移交內良縣地方檢察院 日本傳媒報導案中所使用的自射手槍 是用膠帶綁著兩支金屬館製成 疑犯公稱設計可以一次發射六發子彈 調查人員表示設計類似散彈槍 疑犯有公稱曾經試圖製造炸彈 警方時候在距離安倍站立位置約二十米地方 發現一部宣傳車上的板有一個小洞 相信是被其中一發子彈擊穿 報導又說案發前一天 安倍在江山演講時山上設計也在場 由於警備森嚴未能下手 他向警方公認一直關注安倍行程 試圖尋找合適機會下手 案件調查繼續 據報國家警察廳認為 安倍預食時 現場警員沒有遵循應對指南阻止行動 警察廳說案發時候疑犯開兩槍 而兩槍之間相隔接近三秒 根據保護重要人物的應對指南 聽到第一下槍聲時 現場警員應該被保護對象撥低 並走上前圍著他 然後將他送上車或安全地點 不過事件中警員並沒有跟蹤指引 香港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確診 本地個案2611宗 另外再多7宗死亡個案被現出病毒 政府宣布 今週五開始 居家隔離的確診患者 需要配戴電子手環 義務衛生局局長勞總某預告 案件進行中會改為實名制 並推出紅黃馬識別確診人士 政府說近日危重患者個案中數明顯上升 醫管國已經就最快打算制定應對方案 如果有需要可以在48小時內 調動到公立醫院超過一成急症和康復病狀應對 也會調整預約手術和非緊急治療服務 盧總某在記者會說 現時有超過12000個確診人士正居家隔離 為精準監察隔離情況 需要有電子手環和紅馬配合 又說當有市民PCR檢測陽性 程式就會轉為紅馬 入境檢疫人士完成定點酒店檢疫 回到符合居家健康監測的地點就會顯示黃馬 當局會和相關部門研究希望盡快推出 盧總某說疫苗通行症只是用作確定有關人士是否有打針 不能代替紅黃馬聲稱通過精準防疫 不希望增加社會和市民成本 強調不希望用封城等措施 現在沒有封城的考慮 神早新聞到此處 香港台神早新聞是由地產鐵三角Johnson Remax Diamond Award Team 港城裝飾工程葉師傅 特約贊助播出 更加大驚人